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军队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 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参照武汉火神山医院运行模式 承担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 湖北省富幼保健院光谷院区 确诊患者医疗救治任务 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计划展开床位860张 湖北省富幼保健院光谷院区 计划展开床位700张 两所医院均开设临床病区 设置感染控制 检验 特诊 放射诊断 药械 消毒供应 信息 医学工程等辅助科室 此次抽组的医疗力量来自 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 联请保障部队 武警部队多个医疗单位 根据医院容量和建设进度 军队医护人员将分批投入支援 首批力量1400人 于2月13号抵达武汉 并计划在第一时间展开相关医疗救治工作 截至目前军队共派出三批次 4000余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4000余名医护人员支援火箭军 4000余护人员支援武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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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人员支援火箭军